小图跟朋友租了一辆车去杭州纯安旅游 沿着千岛湖环湖驾驶的时候 撞上了一棵树 导致车辆几乎报废 车内五人受伤 之前采访时 小图只能躺在床上 坐都坐不起来 现在他说 带着护腰的情况下 可以起来稍微走动一下了 不要不疼的话 可以坐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然后再躺着休息 主要还是以躺着为主 小图做了一个表格 统计了车上五个人的受伤情况 不过表格是前几天做的 现在五个人都已经出院 包括他在内 受伤较重的四个人 还是需要卧床休养 从他整理的内容看 目前医药费最多的 已经花了三万块钱 几个人还得休息 一到三个月不等的时间 这段时间的工作 肯定是耽搁了 按照合同来说 我们还是要赔偿 他的一个车辆的 一个报废的费用 就是20%要赔 相当于折旧费 对对对 那算下来当年多少钱 算下来我们估算了一下 应该会在一万多两万的样子 小图他们租车时 支付过50块钱一天的 基本保障服务费 其中包含了车损保险 所以关于车损部分 他们是赔付20%的 贬值损失费 前几天他去了一趟淳安 拿到了事故认定书 交警认定他付事故全责 记者带着小图他们的合同 去请教了律师 律师认为 双方的合同没问题 但小图可以考虑 从侵权责任的角度来处理 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说他这轮胎 租给他的时候 已经是有严重破损 然后呢 他还是租给他了 那这时候经营 这是有很严重的过错的 要强调的是 关于租车时轮胎的状况 小图和租车公司之间存在分歧 小图的说法是 车子右前轮爆胎 导致了这次事故 而且租车合同上 也写了右前轮有严重损伤 租车公司此前回复 今年5月份换了轮胎 还发来了几张图片 作为证明 至于合同上的描述 是信息错误 没有及时更新 后来租车公司 又补充了几点信息 首先是一段视频 说是在事发路段拍摄的 可以看到 这条路限速为 每小时30公里 弯道也比较多 在视频最后 路边有一个 倒在地上的树桩 旁边有棵树的树皮 脱落了很多 租车公司方面分析称 小图当时应该是 严重超速 先是撞到了一棵树 随后又撞上了 另一棵树 他们已经把车子 送到第三方 等待检测报告 没有去原来的地方看 但是我看了下那个视频 应该还是似曾相识的 应该是的 那那两棵树 都是你们当时撞到的吗 对对对应该是 那他们这边就是觉得说 你们当时速度应该很快 也不会说很快 毕竟路行这样嘛 然后但是 30的话 这个我可能也 就是不能说 当时我们一定 就是低于30嘛 这个速度 我也没办法说 就是这个 这个事故 肯定就是我们自身 也有责任 这个我承认的 交警意思是 我们除非能够 举证证明嘛 但是很明显 这个车 它没有行车记录仪 然后那条路 它也是没有 任何的监控 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还原 当天的事故 根据小图 他们的合同 虽然没有车上 人员责任险 但如果发生了 交通事故 导致本车驾驶员 遭受人身伤亡 租车公司 将提供 不超过5万元的人道援助 小图表示 双方确实在围绕这一点进行协商 不过目前没有太大进展 小图的遭遇虽然少见 但也发生过 记者查到了一份 法院的裁判文书 这件事发生在2012年 地点在安徽合肥的肥东县 也是一位消费者 开着租来的车 撞到了路边的树上 导致车内乘客受伤 车辆损坏 由当时的驾驶员 承担事故全责 同样 那辆车也只购买了交墙险和三折险 没有车上人员责任险 受伤乘客作为原告 向驾驶员 租车公司 以及保险公司 索赔16万元 在这个案件中 法院认为 租车公司提供的车辆 没有缺陷 不用承担责任 由于是单方事故 加上没有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 保险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判定 由当时驾驶员 赔偿受伤乘客15万元 作为一个经营者 你首先应该把消费者的安全放在首位 虽然说国家没有硬性规定 说你必须给我投那个座位鞋 但是作为经营者 出于为消费者考虑的话 我建议啊 他应该是给他们保这个座位鞋 或者说 他在上面可以给消费者一个选项 可以自费买这种意味鞋 或者座位鞋 这种相关的一些内容 小图租车的这家公司工作人员透露 会为乘客提供保障 服务细节已经在跟合作伙伴沟通 预计国庆节前会上线 具体以上线为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